很在理 用词太粗俗 先前的对子是今天的考题 它在考卷写的是 秋生 燕生 生生寒 词意以刚才所作 已是天差地远 哪里像是一个人所对 说 今天小考有没有也抄猪虫八的 没 没有 八个戏在这里 你还不说实话 看我不打死你 耳机哥 别打了 我 我也是被猪虫妈骗了 她 她说给我抄考卷 让我给她吃的 我瞧她可怜 就答应了 八个戏八个戏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就确决了 耳机哥 不然她会打死我 你这个不学无术的魂球 学不来还抄 抄还没抄好 我们蒙古汉子 凭北市抢 就是不能抖 好 伯鹤 你太动容她了 马背上的汉子 偏偏要学汉人读书写字 这么点事儿 你还要责打自己的孩子 你太不像话了 文贺 我下次不会了 出身不好的人 小聪明就是耍滑头 狗养大了 饿极了 照样会咬自己的主人 我们狗养大了 想。 你, 你回来了 别了 明天, 你不用去上学了 或者尝感, 怎么又不让去了 是吧 傍晚的時候 家長來地裡找我 叫崇巴別再去門館了 要不他家的孫子不能繼續讀書了 這是為何 門館的學費 阿治善出了大半的值 如今阿治善老爺不高興 他不繼續出錢 誰能出得起 家長說了 我也只好同意了 想來崇巴在門館太過張揚 得罪了二日三家的少爺 這學以後也上不了了 這學以後也不肥 不肥不肥可不要 肥得很嘞 你看這麼大個 揹催催還好變瘋狂 你呀 吃一吃就知道好了 這錢先記著 馬上我挑些糧食來 不夠 我再補錢 老爷 我儿子要是有冒犯的地方 您多担待一下 他连有不知 让父子再好好调教调教 这学肯定上不了 看你跟了我这些年 也还本分 要不这么着吧 让你儿子来放牛 我有头母牛刚下完崽 他来了 正好能帮上手 你儿子 朱冲八怎么还没到啊 父子 害人崽子不会挨了 他的恶气哥不准他念书了 狗崽子给我们家放牛去了 拿个机枣 老爷 上次没看清 现在看看人是瘦了点 也不知道有没有力气干活 这点您大可放心 凭着你看才都是他 你儿子 头都不给你转过来 穷人家的孩子 没见过大四面 也不懂得理数 行了 等会儿我让人把牛牵过来 忙的时候 让他在这里住几天 你儿子 先我一儿心说 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 我可能 哇 特别居然敢 你怎么了 我不去念书了 以后我和你们一样 鸭是在放凉 把米还给我 来啊 胖鹅 把米还给我 我把米还给我 你们饿吗 早就饿了 阿日山的婆娘真口 早上就给了半张米 汤河 醉醉心 你们饿了吗 弄点吃的吧 吃什么 好香啊 崇巴 你真的不去上学了吗 阿日山的儿子崇不恰我 我最恨脱口脱 每次葬着蒙古人的山峰 到处欺负人 不是什么 吃什么 你不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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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来 你不去哪里 你不去哪里 一六 抗河 四爷 小心 这里有流氓 来 不要脸的小东西 出门跳进我村里 吃小的 恶心的 赶紧帮你也是你 脸的小东西 出门跳进我村里 吃小的 恶心的 滚下 滚下 你快说 到阿赛老爷家挖坑破坊的 是不是你 是 你 我妈 坏事了 陛下 是我干的 可我没做 你 你 你还叫嘴 看我们到的老爷的面打死你 看我们打死你 老爷 这是不管什么挖的事 这坑是用我们挖的 疯也是我们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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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零公断这样